一战名锤千世,不愧是垃圾时间的神 小哈大V一项记录比肩雷亚轮库里 北京时间6月15日 NBA总决赛迎来凯尔特人和独庸侠第四场较量 此前一张大比分0比3落后 半只脚踏入悬崖边的独庸侠 面对不赢球就回家的危险时刻爆发出惊人能量 最终122比84 38分狂胜利军 而这两比赛能够赢球 独庸侠的角色球员可谓攻不可没 游戏本场比赛小哈大V更是发挥神勇 在末节比赛垃圾时刻上场 三分气头五中 直接巩固了独庸侠32分的零件优势 而值得一提的是 哈大V这场比赛也是创下了不少记录 首先他是队史第一位 在单场总决赛命中5加3分的球员 其次哈大V也是NBA历史第三位 在总决赛单节命中5G3分的球员 此前曾做到的则是雷亚轮和库里了 不过网友对于哈大V却只有调侃 毕竟哈大V是但末节球队 已经锁定胜局的垃圾时间大打出手 颇有种搞好出分后 连做五张满分试卷的即时感 而上一场比赛 但凡哈大V有一半今天的手感 那么独庸侠也不至于被打出0米3落后 而哈大V的三分到底有多离谱呢 据网友调查 上一次哈大V有三分命中的比赛 还是5月16日对着雷亭 而朋友们 今天是北京时间6月15日 哈大V已经有一个月时间 没有在赛场命中三分了 难怪独庸侠主帅记得也不敢用他 不得不说 哈大V只是雪中松炭松不了一点 几场天花倒是一点都不客气 但是也不知道这场比赛会不会打通哈大V的任督二脉呢